季晓波受洗米华牵连 不结婚是为了保护吴佩慈 富豪恐婚有内幕 在安米萱的丈夫因为太阳城的事情被抓获了以后 有不少的媒体爆料季晓波也牵扯了此次的事件 而且他要比安米萱的老公走得更深 其实从出身来看 季晓波和洗米华等人同样都是蝶马仔出家 三个人和赌王之间的关系都很好 而且在出名以后也大多都选择继续在原来的行业里生根 洗米华是因为涉嫌跨境低波以及种种罪名被抓获 而安米萱的老公一旦被查实所有的证据 也有可能被判处20年的有期徒刑 作为他们的好友季晓波是否能够全身而退 没人知道 但在整件事情中 最大的赢家却变成了季晓波的情人吴佩慈 此前吴佩慈在几年之内就给季晓波生了四个孩子 可无论有着多少的子嗣 他始终没有能够嫁进自家的家门 季晓波在外表示 是因为他不想这么快被婚姻束缚住 而且他觉得自己和吴佩慈此时的状态很好 可是吴佩慈却因此是被嘲笑了多年 不过无论外界有多少的流言蜚语 吴佩慈始终都陪伴在季晓波的身旁 季晓波近期被传出这么多的负面新闻 吴佩慈也是拒绝对外界做出任何的回应 甚至有知情人爆料 吴佩慈早就已经拿着季晓波的身家 在外面买了很多的豪宅 即使季晓波真的有什么问题 就算落得和喜米华等人一样的下场 吴佩慈也能够保证他和四个孩子的生活 不会出现任何的问题和影响 很多网友都认为 其实富豪有的时候恐婚 其实是在保护自己的子女和爱恩而已 像是吴佩慈没有和季晓波产生婚姻关系 他却有可能帮季晓波转移所有的财产 而且还不会被别人轻易地发现 也有网友认为季晓波说到底还是不爱吴佩慈 任何一个在意自己爱人的人 怎么可能不给对方一个名分 只能说明吴佩慈的运气不错 季晓波一旦出事肯定不能够把所有的钱财都交出去 最后也只能交给比较放心 又生育了四个孩子的吴佩慈 大家认为季晓篮不结婚是不是对吴佩慈的一种保护呢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 订阅我 再见 再见